相信大家都知道,王总人要职业联赛冲高到低,分为KPL,K甲和全国大赛 相比之下,全国大赛段位是最低的 但他们却在这次KPL挑战准备显示出了超高的实力 尤其是托米的投拉机战队 关注他们的都知道,他们的绝活英雄是大桥,鱼姬,西施和夏侯 一般的战队对阵到他们,都会B班的西施和其中一个 可能投拉机对阵到K甲东莞WZ时 WZ就是不信心,直接放出了TLG的西施和鱼姬 结果输得非常尴尬 与KPL挑战准备越走越远 让我们来看看,葛大爷和托米是怎么评价的吧 哦哦,这不掉到了 这不捆到,这边要打 这边老不知狂住 那边在偷龙,龙还有一万鞋 偷龙,鱼姬一个大刀跳过去 鱼姬拿到了这条龙 这边这个海,鱼姬在封国的出错 从上去无敌了 鱼姬无敌了,一波了 一波了,一波了,一波了,鱼姬无敌了 零化二,零化二加龙 赢了,赢了,赢了 一波了,一波了,一波了 这必定一波了,这鱼姬无敌了 这鱼姬把龙,没用呀 这个鱼姬解决不掉了 26分钟点击力,让我们恭喜 TLG 专业 这叫什么 要你放西施 要你放鱼姬 结果 这基本上是 这动物WG 不要了,这叫什么 自己手握出现权 扔出去了 扔出去了 硬要碰一碰 他碎了 这叫什么 硬要碰一碰 碰碎了 一个 没有碰的阵容 最关键是脱裤子放屁 你把西施扒了,屁是没 没办法,脱铁嘛 这只能说脱铁 一加西施 鱼姬 你看 nice TLG看到 自缓WG这两手已经亮了 正正下怀 这个西施放得到位 一个没针对 西施拉到 拿两个了 两个了 给我秒 有没有 先打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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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龙秒了 他们抢龙 露露露 拉到有了 有了 给我把他载了小爱 小爱 小爱 他有没问题 小爱 有副架没事 这边想战 芬芬有副架 一波 一波 给我把他载了 他只有名刀 给我杀 这个蓝 给 哦 还行 一波 牛逼 点他 点他一波 点他 多辣鸡 释放了 多辣鸡 牛逼 托拉机 还有出现希望 我立马就给花龙 发个信息 放西施 当然这把 其实说起说 不是西施制胜团的 而是风暴龙 我们处理的好 兄弟们 托拉机 又托死一个队 所有队伍 全被我们托死了 我们一边几个队伍里面 托拉机 再赢一把 火山GK 我们去打加赛了